会死那你就会信因果 哎呦会死 我希望不要生病死 我希望我往生的时候 家里不要闹我 对不对 不要在那边抢财产 弄得乱七八糟 所以这个印光大师说 念死的人才会念佛 体悟生命变化 无常会死亡 我们年轻不会想这个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嫁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居士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那当然你要帮他也可以的 你就帮他多积功德 对不对 他没学佛 他喜欢吃肉 你帮他多放生 多点灯 多印第将金 你希望他发财 他给你的钱 你拿去帮他布施 老人院 孤儿院 找佛像 这个对他都有帮助 所以做子女的学佛 那是爸爸妈妈的福报 爸爸妈妈学佛 那是子女有福报 但是如果爸爸妈妈 子女都学佛 那两个福报都太大了 就知道有这个方法 可以 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